陈吴梁律师 最近看来是挺闲的哈 对我吃饭 是又憋着什么坏心眼的吧 你觉得一见面就贼我行吗 怎么着 没事我不能找你吃饭 再说了 咱都是法律人 交流一下业务心得不成 我可不跟吴梁的人交流业务 相关不合 你太狭隘了 一千零四十万 一千零六十万 一千零八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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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问问你的意思 我一大房玩不弄 胡胡划算 机会难得 那不算了吧 不用 没认可问题 全力拿下 我等你好消息啊 哥 好吧 一千二百万 一千二百万 刚才这个小座 一千二百万 孙先生现在已经出价到一千二百万 正所谓慧眼失误啊 这不够了 还有没有我想继续下价的了 一千两百二十万 一千二百二十万 一千二百二十万 找什么解你 你信我的 现在是一千二百二十万 你去看这套房 这是我的朋友的房子不去吧 我真的不特别喜欢 普知 你听我的 给 助手是在助手 一千二百四十万 你举牌啊 还有没有买家 出更高的价格了 我来 我来 一千二百四十万 一千二百六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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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会聊神 两个 要不再来两个燕窝吧 上回我看你爱吃 我不用 来 小姐 那个 小米聊神 你就一套就行了 燕窝就不要了 你别 别 你这不是请我吃饭吧 咱别这么抠行不 我这哪儿抠啊 我减肥呢 不用减 可以吃 有这思索 我接个电话啊 好 喂 周老板 妹子 有人搅局啊 蓝蓝不知道从哪儿 偏些傻大款 更有这竞价呢 蓝蓝 现在已经付价到 一价三百一是吗 喝点水 可以满意了吧 我看他不像冲房子来的 他像冲锅来的 周老板 那个 咱就海岸之前说的 高于市场价 就不要了 就放弃 哥 好消息吧 一千五百万拿下 多少钱 一千五百万啊 一千五 我疯了 疯了吗 不是你盯住 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把这间房子 拿下吗 为女人你还怕花钱啊 你不是这样的人啊 陈理事 不是 那一千五也太 离谱太高了 哥 问问咱这能 能不能推 陈理事你放心啊 超出市场价的部分 我来补 好 您也别客气 我说过的 要没有霓丞律师 我还在搞房子呢 哪有机会出来挣钱啊 房子你拿去 您看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剩下的做我的 行吧 哥哥 麻烦你了 那就这样 咱回头聊啊 挂了 换一个吧 为什么呀 恭喜你啊 恭喜陈律师 喜提法拍房 一千五百万一套 来 打算什么时候搬家呀 需不需要我多带点人 给您去温锅呀 我原来只知道陈律师 生财有道 没想到你这么有钱呀 看来吃完这顿饭 我还得再麻烦跑个趟绿鞋 回报回报 查查您的收入来源 随便查 都是有合同的合法收入 税务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说你怎么在银行的案子上 亡我之心不死 原来是想抢我的房子呀 对 对 罗英子啊 从咱俩认识到现在 就在这案子上 前前后后有很多的误会 我呢 是想把这房子先拍下来 然后将来 我再折旧地卖给你 作为之前很多事情 对你伤害的补偿 但是吧 今儿我一看 你这有点太念旧了吧 你不用笑 我这房子不卖了 我不给你念旧的机会了 对对对 你千万别卖给我 你看啊 这一千五百万 一千万呢我给银行 再加上个利息 我要交他税 还有一些手续费 这里外里 我还白挣个两三百万呢 什么样的念旧的机会 值两三百万呀 那个服务员 来来来 来了 交菜 小米 量身 再来一趟